日本天皇是绝对不敢来中国的 内中缘由十分讽刺 日本皇室至今为止 已穿了2682年 天皇换了126个 个个都不敢来中国 只有一个来过 那就是上任天皇 名人 名人天皇大家可能不熟悉 但他爹玉人天皇 我们绝不能忘记 因为玉人就是那个发动 亲华战争的罪魁祸首 他对中华人民犯下的罪行 庆祝难输 新中国成立后 本着大国风范 我国也是对日本发出过邀请 但玉人始终不敢踏足中国的土地 因为他内心有鬼 他害怕被报复 他也根本没有脸来当这个客人 因此 玉人天皇一直到死 都没敢来中国一步 直到他儿子名人继位 日本才敢考虑天皇访华一世 名人一开始也是不敢来的 尽管我国秉持大国风范 表示欢迎你来 但名人还是畏畏缩缩了很久 原因很简单 日本民众不希望他来 日本人其实都知道 自己对中国犯下的罪行 他们最怕的就是 自家天皇来了中国 一个不小心 就直接给中国人下跪谢罪 或者以其他的方式道歉谢罪 因为1970年 德国总理访问波兰时 就腿根一软 在华沙纪念碑前下跪谢罪 华沙之贵 被誉为欧洲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之举 日本人就生怕名人天皇也这样 但那时的中国逐渐强大 日本政府特别捉急 急于跟我们破病 于是日本首相磨破嘴皮子 说服民众 终于在1992年 日本名人天皇访华 成为第一个踏入中国土地的日本天皇 名人天皇在中国待了六天 先是去了北京参观长城故宫 而后又去了西安 这是他最想来的地方 西安曾是圣唐的都城 当年日本为学习中国文化 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浅唐使团 其次数之多 规模之大 时间之久 内容之丰盛 可谓日本学习史上的空前胜举 他沿着浅唐使的租迹 在西安走了一遍 内心十分激动 但他的行为也非常拘谨 深怕被媒体拍到不好的照片 谨慎到何种程度 参加晚宴时 他竟然要求中方摘下一道菜 结果遭到我国拒绝 那道菜是大闸蟹 名人考虑到自己吃蟹的时候会不哑观 为避免不必要的风波 他请求换下这道菜 中方的答复则是 菜品已经做好 无法再次更改 名人只得作罢 名人天皇的这次中国之行 对于日本皇室来说 是非常大胆的行为 他这次来也是没有完全放开 回到日本后一直到退位 将近三十年的时间 他再也没有来过中国 毕竟自公元三世纪开始 日本便是中国的藩属国之一 他们巴结了中国近两千年 一直将中国视为天朝上国 日本天皇不敢踏足我国领域 也是能理解的